早晨,各位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美股下跌 在香港周末方面的情況比較亂局 導致今天恆生指數雖然低開之後一度衝高 但暫時只能夠徘迴在升跌之間 短線來看,我繼續建議大家關注26000點位置 即是上星期二 在低位大反彈的一些高位 究竟能不能夠做回短線支持 如果26000點再一次失手 下方25500點 即是星期二的開市位不能夠失 否則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下跌浪 由於外圍以至香港本地的因素方面 仍然比較緊張一些 所以投資者應該保持審慎 這件事是跌浪反彈 建議大家不要太過重創